我下次我看到你必须让你把钱还我 你就是杨秀腾是吧 你赶紧去把裤子穿上 就一个网友让我过来帮助你 你是啥情况 我家里不是穷 穷 你今年多少岁了 今年五十五十五十六九年 六十九年 对五十五十六 你有多少年没有回家了 我有 我真正我家里面房子被销了 2015年被销了 被销掉我回家去 政府补助一点钱 回家去搞房子 搞了你现在是什么情况呢 在这边浏览 对 这边没有十分正 现在没有十分正 去哪里干工分钱不要 你关键是你这个年龄 说实话你去做点啥 你哪怕说不要 只要你想干 我觉得还是没有啥问题的 就你想回去吗 主要是新闻症 想回去 回去看两个老人 他们老了年 那个身体不好 然后一个瘫痪在床上 一个是痴呆的 你怎么知道他们就瘫痪在床上 我的儿子跟我跟我说 你还有儿子 有儿子 有儿子 然后你有电话吗 我有他们的电话 我有儿子电话在我老关子记住 就是他说你就是没钱回家是吧 想回家但是没钱 对对 你既然你能够 他也没有钱 你能够联系到你家人 你为什么不让他们给你钱 他们没有钱 你儿子也没有钱 儿子没有钱 就路费都没有 没有 你在开什么玩笑 大哥 是真的 是真的 我说白了 我看你 我看你这样子 你完全就是那种 属于什么呢 好吃难做的 是吧 不是不是 啊 啊 我回家去搞房子来 我朋友也没好想做 那你现在怎么想的吗 现在想回家去 现在你的意思就是想让我们给你搞一个票 想的这样想的 你有那个身份证吗 我有身份证 我那个人事身份证 服用过 我跟儿子打电话 都把他服用过出来 你给我看一下 你老婆呢 老婆离婚 然后又找一个老婆 又给我生一个小孩 是吧 没什么证 我就接从经历去找我孩子 湖南省通道 通道县 哦 通道县 你去过没有 万福山镇 我怎么可能去过吗 没有没有 到现在我还是我搞不懂 就是你说你那个儿子困难 他们连这个路费肯定是有的吗 是吧 没有 两个孩子都没有 一个三十岁 一个二十岁 哎呀我真的 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你了 那这个样子 你如果说你想回去 我给你订一个机票 既然就是都有网友找到我们 我们还是就是尽力的帮助一下 但是如果说你以后在这种情况 那可能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 我知道 我说实话 你这里回去的话 说实话应该要不了多少钱 知道吧 四五百 四五百块钱 那你说你家里面拿不出来吗 家里是有两个老人拿的 难道要不这个样子 我就直接给你四五百你自己回去 可以 行吗 我接着回去 我都今天晚上都可以吗 要出发 你今天晚上你就可以走 可以走 对不对 我去养完找公共机车票 做到贵人 你确不确定 确定 能够确定 我再去护印一下就可以了 来 要多少 五百块钱 来给你八百 好 给你八百 谢谢啊 我明天我不想再看到你在这里 我知道 知道 我跟你说 我给你拍到视频 如果说你不走 你还在这个海南继续流浪 我下次我看到你 必须让你把钱还我 把钱还我 你带我去 这样都可以 你留会 我相信你啊 这个是完全相信你的 我答应你继续流 我跟你说 我不会乱遍你 回家之后 好好地孝顺父母 对对对 行吗 好 你现在你就收拾 我看着你走 就你现在你把你东西拿好 好 好好好 你衣服裤子你需不需要买 不需不需要 我就这样穿 就回你回家 你 你这样回去 是不是有那个一点 一点点的不体面 我这个样子 我再给你二百块钱 你自己去搞点衣服 哎呀 来来来 来 我是完全信任你的 大哥 那我知道 你跟你老婆 是什么原因 你婚得来 哎呀 这个都说 我在外面时间长了 在外面时间长 他跟别人友好的了 友好的就两个人离婚了 然后第二个呢 你不是说还有一个吗 第二个他跟别人 他跟他老公离婚 就跟我在一起了 啊 然后为什么到后面又离了呢 到后 我到后面我一直跟他 不不 也不也不也不 也不离不活这样 我就到现在也没有联系 有联系 有联系 对 我还有 好像还有他的电话号码 那你 我要求他跟我 起车会他不给 哈哈 他就是 他和你在一起有多少年吗 他跟我在一起有四年五年 对啊 四五年 那个不是一日夫妻 百日恩吗 对吧 至少这个还得帮助你一下 你肯定是哪里有那个 坐得不到位的地方啊 是不是 你不想怎么可能 人家不愿意帮助你吗 都是不愿意 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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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有原因的 你自己随便去搞点工作 你哪怕说你一天当晚捡那个瓶子 你这几年也得卖多少钱了 这瓶子里面我都捡过 白天的三点钟 捡到晚上十二点钟 十块钱都捡不到 你说乐不乐 十块钱都捡不到 你肯定乐啊 但是你这个时候 你一天捡十块钱 一个月就三百块钱 四十天你就可以回家 四五百块钱 你不是你一个人捡啊 那相当能多捡啊 你最运气好的 你三点钟捡到 捡到晚上十二点钟回来 你捡到十块钱 那天是运气好的啊 哎呀我都不给你扯了 反正现在我扯给你了 知道吧 你必须回去 回去之后你现在能够做的 就是要孝顺一下你的父母 你不是说你父母病了是不是 对对对对 病了的话你就好好照顾一下 知道吧 对对对 哪怕说像你说的穷一点 那待在家里面 是吧 对 你干点农活 你至少能够养活自己嘛 对 在干农活 是种种种田地 对啊你先收拾 先收拾 你收拾了赶紧走 他在这里住了多久了呢 我啊我目前在这里看到他好几年了 他在这里都有几年了 我在这里最小最小的有三年 起码都有不止三年 起码都有四五年以上了 现在全晚接住你回家 如果说你不回家的话 你以后连流浪的容身之力都没有了 我知道 走 那我就不送你了啊 反正我跟你说了 全晚接住你回家 我再走了 感谢你们的帮助啊 没事啊 拜拜 前路漫漫月纷纷 谁才吃醉的